為刀劍幫獻上打打的感恩 為劍幫獻上大大的感恩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明白情緒上來 其實都知道不應該 但是很難按住 我們都明白情緒上來 我們明明知道不可以 但是還是忍不住 立志為善由得我 立志為善由得我 行出來由不得我 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想這也是我們共鳴的一件事 我覺得這是我們有共鳴的一件事 做基督徒好知道什麼要做 什麼是不要做 我們做基督徒很知道 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但是就是沒有能力 但是就是沒有能力 我們這時候都閉上眼睛 我們求聖靈幫助我們 我們現在閉上眼睛 求聖靈來幫助我們 祝我們多謝祢 祝我們多謝祢 祢是有真有活的神 祢是有真有活的神 耶穌在升天之後 祢將聖靈來賜給我們 耶穌在升天之後 祢將聖靈賜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聽到行到 讓我們可以聽到行出來 你知道我們的軟弱 你知道我們的軟弱 但是聖靈成為我們的幫助 讓聖靈成為我們的幫助 祝今天我們要進入 有聖靈有聖經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們今天要進入 有聖靈有聖經這個題目的時候 更新我們的生命 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可以活出一個有能力的 不一樣的摧殘的見證 讓我們可以顯出真正璀璨的見證 見證耶穌你是活的神 見證耶穌你是活的神 食日你怎麼樣呢 門徒 人們看到門徒的時候說 你是跟過耶穌的 如果就像昔日 門徒就像見到耶穌一樣 同樣當我們來到我們的家 我們的職場 我們見到我們的家 我們的職場 人家見到我們的時候 人家見到我們的時候 都可以說 你是跟耶穌的 就可以看到說 你是跟耶穌的 祝我們多謝你 祝我們多謝你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感謝主 很真實的一個經歷 很真實的一個經歷 讓神的話 在我們的生命中 都可以活出來 讓神的話 在我們的生命中 可以活出來 是人做不到的 是人做不到的 但是聖靈在當中 就可以轉化我們的生命 但是聖靈在當中 就可以轉化我們的生命 有聖靈有聖經真好 有聖靈有聖經真好 這時候我想簡單做一個調查 現在我想做一個調查 當你告訴別人 你是回到新瑞611的時候 當你跟別人說 你是回到新瑞611的時候 人家說611是靈恩派 人家說611是靈恩派 你有聽過這樣的回應 請舉手 你有聽過這樣的回應的前主手 我已經禮拜日多了 哇 多了 那到底什麼是靈恩派呢 那什麼是靈恩派呢 611又是不是靈恩派呢 那611是不是靈恩派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去看看 有人會把教會分為福音派和靈恩派 有人會幫教會分成福音派跟靈恩派 很多傳統基督徒聽到靈恩派 非常有保留和疑惑 而且傳統的基督徒聽到靈恩派 就非常有保留 福音派說的是高舉聖經 福音派講的是高舉聖經 看重聖經 看重讀經和查經 看重聖經 看重讀經和查經 靈恩派呢 就看重聖靈的工作 看重聖靈的工作 講求聖靈的恩賜 講聖靈的恩賜 治病講鬼 治病感鬼 講謊言講語言 講謊言講語言 行神職其事 行神職其事 611每個禮拜 612到禮拜五我們有神徒 612每個禮拜二跟禮拜五 早上都有成道 我們一卷一卷書這樣讀 每次一張一張 每次一張一張 以我們的主日的訊息 我們主日訊息 我們看重聖經講道 我們很注重義經講道 尤其是當十號風球 尤其當十號風球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我們的講台都不會暫停 我們的講台都不會暫停 可見到其實我們是非常體重聖經 可見611非常看重聖經 所以我們是福音派 說明我們是福音派 另外在福音書裡面 我們看到耶穌自病講鬼全天國 我們在福音書裡面看到 治病感鬼全天國 而在使徒行傳裡面 在使徒行傳裡面 當聖靈降臨 當聖靈降臨 使徒們門徒們領受聖靈 使徒們門徒們領受聖靈 同樣像耶穌一樣自病講鬼 跟耶穌一樣自病感鬼 講謊言講語言 講謊言講語言 到處去見證耶穌 到處去見證耶穌 611的議像是 以初亞書61章1節 611的議像是 以聖亞書61章1節 主耶華的靈在我身上 主耶華的靈在我身上 所以我們是按照聖經來 體重聖靈 所以我們是按照聖經來看重聖靈 我們是真正正正的福音派 我們是真正正正的福音派 在事實上 其實聖經和聖靈 是不可以分割的 事實上聖經和聖靈是不可分割 如果不能夠掌握兩者的關係 如果沒有掌握兩者之間的關係 很多時候會造成我們信仰的偏差 會造成我們信仰上的偏差 今天我們來到 十一大核心價值裏面的 有聖靈有聖經 只要我們看十一大核心價值 有聖靈有聖經 讓我們不要走離信仰的軌道 讓我們不要走離信仰的軌道 更重要的 可以活出聖靈裏面 在聖經當中的大能 今天活著聖靈在聖經當中的大能 健邦的見證 它說它是熱滾燙的 健邦的健證是熱滾燙的 因為它是星期四晚才發生的 因為禮拜四晚上才發生 同樣我這個講章都是新鮮出爐的 我這個講章也是新鮮出爐的 全新版本的有聖靈有聖經 全新版本有聖靈有聖經 第一大點 聖靈默示成聖經 第一大點 聖靈默示成聖經 我們到提包大後書三章十六節上 請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凡神所默示的聖經 這個默示原文 這個末世的原文 是God breathed 就是神的呼吸 是神的呼吸 大家想起呼吸會想起什麼呢 我們想到呼吸會想到什麼 創世紀二章七節 創世紀二章七節 神是用地上的泥土來做人 神用地上的泥土來做人 然後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裡面 然後將生氣吹到他的鼻孔裡面 他變成一個有靈的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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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單單會走會跳 他還是萬物之靈 他是萬物之靈 是有靈的 是有靈的 跟其他動物不一樣的 跟其他動物不一樣的 人有靈魂體 人有靈魂體 我們肉體需要吃東西 我們肉體需要吃東西 我們的魂需要精神食糧 我們的魂需要精神食糧 所有人家裡有很多書 這是我們的精神食糧 所以我們家裡有很多書 是我們的精神食糧 但是聖經不是普通的書 聖經不是普通的書 因為它是神的呼吸 因為它是神的呼吸 是從神以來的氣息 就是有神而來的启示 唯有聖經可以餵養我們的靈 唯有聖經能餵養我們的靈 讓我們的靈得飽足 讓我們領得飽足 讓我們領得健壯 讓我們領得健壯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聖經就是神所默示的 很直接說聖經是從神而來的 直接講聖經是有神而來的 而不是出於聖經作者自己的意思 而不是出於聖經作者自己的意思 在《使徒行傳4章》24到26節 在《使徒行傳4章》24到26節 使徒們要引用詩篇第二篇 使徒們引用詩篇第二篇的時候 他怎樣形容詩篇第二篇呢? 他怎樣引用詩篇第二篇呢? 我們來讀25節了請 你曾藉著聖靈託你伯仁 我們祖宗大衛的口說 這裡所說的就是 神藉著聖靈託神的伯仁大衛的口說 那就是說 神藉著聖靈託大衛的口說出來的話 就是聖靈將神的話 透過大衛說出來 就聖靈透過大衛 用他的口說出來 神藉著聖靈將神的話 神藉著聖靈將神的話 透過大衛的口說出來 就好像彼得後書一章21節 就像彼得後書一章21節 我們來讀一請 我們一起來讀 因為語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 乃是人被聖靈感動 說出神的話來 這個語言 如果按照上文就是經上所有的語言 這個語言就是說 按照三文之子 經上所有的語言 彼得所說的就是 舊約裡面所有的先知語言 彼得講的是 所有就約的先知語言 包括歷史書和大小先知書 包括歷史書和大小先知書 是沒有出於人意的 是沒有出於人意的 是人被聖靈感動 而說出神的話 是人被聖靈感動 而說出神的話來 所以聖經是神的話 所以聖經是神的話 這個是聖經特有的權威 這是聖經特有的權威 所以如果我們說 我們要體重聖經 所以我們說 我們很貪重聖經 但如果我們忽視聖靈的啟示 可是如果我們呼視聖靈的啟示 就不是真的體重聖經 就不是真的看重聖經 因為聖經是神的默示 因為聖經是神的默示 但不能說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就不需要 我有聖靈啟示 我就不需要聖經 我們不能說這個時候 我們就只看重聖靈的啟示 而不看重聖經 相反我們更需要聖經作為人證 相反我們更需要聖經 先做認證 我們來到第二大點 我們來到第二大點 聖靈啟示 合聖經 聖靈啟示 合聖經 聖靈是真理的聖靈 聖靈是真理的聖靈 聖靈主要工作是什麼呢 聖靈的主要工作是什麼呢 我們來讀福音十四章二十六節 和十五章二十六節 我們來讀一下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節 跟十五章二十六節 但保衛斯 就是福音我的名 所要猜來的聖靈 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 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 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但我要重複那女差保衛斯來 就是重複出來的真理的聖靈 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 聖靈主要工作 聖靈主要工作 是要將一切事指教我們 是要將一切的事指教我們 也都讓我們想起 耶穌所說的一切話 也讓我們想起耶穌所說的一切話 也都是為耶穌作見證 也是為了耶穌作見證 所以聖靈是我們信仰的唯一準則 所以聖靈是我們信仰唯一的準則 因為主的話和主所做的都記在聖靈裡面 因為主的話和主所做的都見證在裡面 我們來看彼得後書一章二十節 我們看彼得後書一章二十節 第一要緊的 該知道經常所有的預言 沒有可除思議解說的 經常所有的預言 沒有可除思議解說的 經常所有的預言 沒有可隨思議解說的 可見當時初期教會 已經有人用思議 用自己的意思去解經了 所以可見當時的教會 已經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釋聖靈 而事實上 很多的疑端 都在解經裡面發生錯誤 很多的疑端 都是因為在解經上產生的錯誤 那些疑端裡面的教主 都說自己是有些很特別的 從靈界而來的主觀經歷 異端裡面的教主都說自己 從靈界有很特別的聯授 所以人的經歷 不能夠高舉過於聖經的權威 所以我們人的解釋 不能高於聖經的解釋 所以聖靈啟示不會偏離聖經 聖靈的啟示不會偏離聖經 我們看啟示六十九章十節的時候 我們看啟示六十九章十節的時候 當使徒約翰伏伏在天使的腳前要拜祂 當使徒伏伏在天使的腳前要拜祂 天使就說千萬不要 天使說千萬不可 我和你一起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 我們都是神的仆人 我跟你還有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 我們都是神的仆人 你要敬拜神 你要敬拜神 因為 我們來讀吧 預言中的靈意 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預言中的靈意 原文就是 Spirit of Prophecy 就是預言的靈 預言中的靈意 乃是 預言的靈意 預言的靈意 這裡說的是 預言主要是為耶穌作見證 這個預言就是為耶穌作見證 整本聖經的中心 是整本聖經的中心 主題和目標 主題的目標 都是為耶穌作見證 都是為耶穌作見證 為了要去 榮耀耶穌 為了是要榮耀耶穌 當耶穌復活之後 聖靈的工作 仍然跟耶穌在地上 所說的和所做的一致 聖靈的工作在地上 仍然跟耶穌所說的一致 如果偏離了的話 如果偏離的時候 這個預言的可信性 準確性就非常值得相確 這個預言的可信度 就非常值得相確 所以當我們有領受的時候 當我們有領受的時候 必須要有聖經來做一個分辨 必須有聖經來做一個分辨 避免走歪 避免走歪 如果我們的信仰 不是定義在聖經 如果我們的信仰不是定義在聖經 而是定義在屬靈的啟示的話 但是定義在屬靈的啟示的時候 就要變成異端的危險 變成異端的危險 在彼得後書二章 在彼得後書二章 彼得說 從前在百姓裏面有假先知 譬如說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 將來在你們中間會有假師父 將來在你們當中也有假師父 獅子引盡 含害人的異端 獅子引盡 陷害人的異端 什麼是異端呢 什麼是異端 就是否認聖經是唯一權威 就是否認聖經唯一的權威 自稱有新的啟示 自稱有新的啟示 其實很多的異端教主 之前都是基督教的環境裡面成長的 其實很多異端的教主 以前都是在基督教的環境中長大 但是就去混淆 加添 佛事 或者是扁低聖經 但是它就是混淆 加添 來扁低聖經 最普遍的一張聖經 在當中斷章取義 最重要他們在聖經當中斷章取義 大家有聽過全人神教會東方神殿 大家有沒有聽過全人神教會東方神殿 他的教義是用基督教來做基礎 教義是以基督教為之處 但是就指聖經已經是過了期的歷史書 但是它指聖經是已經過期的歷史書 沒有參考價值 沒有參考價值 認為耶穌的救助工作 沒有完全的 認為耶穌的救助工作沒有完成 所以需要第二次的道成肉身 所以需要第二次的道成肉身 就成為江南在中國的一個新基督 成為將來在中國的新基督 滲透在教會那裡引誘人去加入 他滲透在基督教裡面引人加入 所以我們必須要好好地去讀聖經 所以我們要好好地讀經 讓我們的熟靈生命 建基在聖經真理上面 讓我們的熟靈生命 建基在聖經的真理裡面 避免被異端迷惑 避免被異端迷惑 坊間很多的熟靈書 放在很多熟靈書 每天抽一到兩節聖經去默想 每天抽一兩段聖經來默想 但六一一的神徒 六一的神徒 我們整卷書去讀 我們是整卷書來讀 每天讀一章 明天讀一章 目的就是顧及整卷書的中心思想 目的就是顧及整卷書的中心思想 上下問和上下問 避免斷章取義 避免斷章取義 除了不要曲解聖經 除了不要曲解聖經 更加重要就是領袖神話語的大能 更加連續神話語的大能 很重要的是聖靈的工作 第三大點 聖靈動工釋放聖經大能力 聖靈動工釋放聖經大能力 當耶穌四十天禁食我的時候 當耶穌四十天見識很餓的時候 魔鬼來試探他 魔鬼來試探他 說如果你是神的兒子 他說如果你是生的兒子 你將石頭變成食物 你將石頭變成食物 耶穌怎麼回答呢 馬太福音四章四節 馬太福音四章四節 我們一起讀 耶穌他回答說 經常記著說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這個一切話 希臘原文說是rima 這個一切話在希臘原文是rima 這句說話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NIV的翻譯很清楚 NIV的翻譯很清楚 就是comes from the mouth of God comes from 是一個現在式 comes from 是一個現在式 說的就是神正在說的那些說話 就是神口中所說的那一句話 Rima的動詞 Rima是源自一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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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ma就是湧出來的意思 湧出來的意思 Rima的意思就是正在說的說話 除了Rima之外 另外一個詞就是Logos 除了Rima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詞叫Logos 還有另外一個詞叫Logos 兩者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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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道就是Logos 這個道就是Logos 如果用在聖經上 用在聖經上 用在聖經上 Logos意思是說 神全面永恆不變的說話和旨意 就是指神全面永恆不改變的話語和旨意 而Rima呢 Rima呢 就是聖靈在適當的時候 就是聖靈在適當的時候 將部分Logos 將部分Logos 帶來我們當下的生活裡面 帶來我們當下的生活裡面 成為我們的方向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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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ma這個詞 在《新約聖經》出現了68次 Rima這個詞在《新約聖經》出現了68次 我們來讀其中三節 我們來讀其中三節 請 因為出於神的話 沒有一句不大能力的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就是靈就是生命 要用水直著到 把教會洗淨 成為聖結 有聖靈有聖經 就關乎Logos和Rima 有聖經有聖經就關乎Logos和Rima 如果有聖經沒有聖靈 如果有聖經無聖靈 傳統的基督徒 很多時都對聖靈的工作 會有懷疑和保留 傳統的基督徒 對聖靈的工作 常常有懷疑和爆料 如果單單熟悉聖經Logos 如果單單熟悉聖經Logos 而缺乏聖經的Logos 缺乏聖靈以來 悉時的Rima 缺乏聖靈而來事實的Rima 神的話 不能夠介入我們的生活裡面 神的話 介入不了我們的生活裡面 我們的信仰 很容易就跟生活分割 我們的信仰很容易跟生活分割 熟靈生命很容易枯乾 熟靈生命容易枯乾 信仰僵化 信仰僵化 活不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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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聖靈沒有聖經 如果有聖靈沒有聖經 靈人派信徒很喜歡追求Rima 靈人派信徒往往注重Rima 對聖經Logos 很多時都是一知半解 對聖經的Logos 一知半解 缺乏真理的基礎 缺乏真理的基礎 生命就會軟弱混亂 生命就會很軟弱混亂 也很容易動搖 左翼右擺很容易動搖 也很容易動搖 很喜歡去抽經文卡 很喜歡去抽經文卡 無論是紙板或是電子板 最好按多幾次 最好按多幾下 很想知道 不知道今天跟我說什麼 很想知道神經對我說什麼 很喜歡這些經文日曆 很喜歡這個經文日曆 今天就是講這句 今天就講這一句了 也很喜歡被先知討告服侍 也很喜歡被先知禱告服侍 很追求聖靈的啟示 很追求聖靈的啟示 整天在路本天飛 整天滿天飛 我親眼見過一個牧師 我親眼看過一個牧師 他教導會眾 他教導會眾 你拿一本聖經出來 你拿一本聖經出來 你隨便打開一頁 你隨便打開一頁 然後你的眼睛就看下去 然後你眼睛看過去 你一看的第一節 那一節經文就是神給你的了 一看到那一節經文就是神對你講的話 萬一萬二 你看到馬太福音27章5節 你看到馬太福音27章5節 就是說到 猶大把銀錢丟在一個墊裡 就講到 猶太把銀錢丟在墊裡 然後出去吊死了 然後吊死了 那你抽到 當你一看一看的時候 那你如果抽到這個 一看到的時候 神是否叫我去自殺呢 神你是不是叫我去自殺 是不是非常危險 是不是非常危險 所以有聖靈沒有聖經 所以有聖靈沒有聖經 我叫他做一個求籤式的信仰 這叫做求籤式的信仰 不單是生命不能夠摘根 不單是生命無法摘根 更加很容易被異端去迷惑 更容易被異端迷惑 另外有聖靈有聖經 另外有聖靈有聖經 就像剛才見幫見證一樣 就像剛才見幫見證一樣 他每年自己過去都會每年讀一次聖經 他以前每年都讀一次聖經 很多logos 很多資料在他的腦裡 當他預備這個通證講座的時候 當他預備這個通證講座的時候 神有一些經文浮在他腦裡 神就有一些經文浮在他腦海 他就選取出來在通證講座裡分享 他就把他選出來在通證講座裡準備分享 而其中一節經文的上半節 其中一節經文的上半節 是他平時不為意 平常都不為意 但聖靈特特就跟他說這句經文 生氣卻不要犯罪 神就是跟他講這段經文 生氣卻不要犯罪 特別提醒他的親子關係 提醒他的親子關係 叫他在露氣中 要小心自己負面的話 造成小朋友的傷害 要小心他在露氣中講的負面的話 對孩子造成的傷害 所以有聖靈有聖經 所以有聖念有聖心 神的話跟我們日常生活 非常之緊密 非常有關係 成為我們的方向 成為我們的力量 成為我們的方向 成為我們的力量 來建造我們的生命 能夠建造我們的生命 過去我自己也有讀羅馬書 過去我自己也有讀羅馬書 我記得有一次我打開羅馬書第二章 記得有一次打開羅馬書第二章 我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 我在毫無心理準備之下 我覺得我自己被罵 我覺得我自己被罵 我的眼淚不停流落 我的眼淚一直流下來 經文怎麼說呢 經文怎麼說呢 你者論斷人的 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諱 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 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 你這個人 你論斷閒這樣事的人 自己所恨的卻和別人一樣 你以為你能夠逃脫神的審判嗎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 寬容忍耐 不曉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嗎 你在論斷人 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諱 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 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 你這人 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 你以為能逃多神的審判嗎 還是你描述他豐富的恩慈 寬容忍耐 不曉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 我的本性非常自我中心 本益神 我本來是非常自我中心叛逆的 但往往都不承認 甚至乎都不自知 往往都不承認也不自知 但當聖靈在我心裡 當聖靈透過聖經去向我說話 當聖靈透過聖經向我的心說話 讓我看到自己的本相 讓我看到自己的本相 讓我可以知罪認罪 讓我可以知罪認罪 當我被罵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哭 當我被罵的時候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哭 我知道我心知肚明 這個人就是我 我心知肚明 這個人就是我 然後我就跪下來 跟神認罪 我就跪下來跟神認罪 我承認我是一個論斷人的人 我承認我是一個論斷人的人 因著聖靈透過聖經向我說話 因著聖靈透過聖經對我說話 可以看到 讓我這個舊我 可以一層一層 慢慢被剝落 那我的舊我 就像一層一層的被剝開 六一一 看重聖經 六一看中聖經 禮拜二至五 我們有神討 禮拜二之五 我們有神討 透過神討經文 透過神討經文 透過神討的經文 讓聖靈向我們說話 讓聖靈向我們說話 最廣為傳眾的一次 就是Jesus一百 連續一百萬的報道會 最廣為人知的就是 在之前Jesus一百的禮拜 教會有感動要辦 連續一百萬的報道會 將會有感動連續辦 一百萬的禮拜 步道會 步道會 Jesus一百在2003年的3月17日開跑 Jesus一百 在2003年3月17日開跑 大家記不記得 2003年3月香港發生什麼事 對 沙士爆發 就是沙士爆發的時候 所以沙士爆發的時候 我們知道 接下來要辦這個報道會了 當沙士爆發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我們之後要辦報道會了 其實沙士期間 很多教會 只剩下主崇 其他聚會都會暫停的 在沙士期間 很多的教會 只有辦主崇 剩下的活動都取消了 那麼到底 我們3月17日要不要起跑呢 那我們3月17日要不要起跑呢 我們連續一百萬 我們連續一百萬 那麼中間如果有需要 我們要不要暫停呢 那中間如果有需要 我們要不要暫停呢 所以張牧師的壓力很大 所以張牧師的壓力很大 當母堂周神助牧師見到的時候 當母堂周神助牧師知道之後 就勸張牧師就說 不如完結了 疫情過後才辦吧 他就勸張牧師說 你不如等這個疫情過了你再辦 當時神徒 我們剛剛讀到詩篇四十八篇 當時陳道剛好讀到詩篇四十八篇 經文說 大君王的城 在北面居高華美 為全地所喜悅 神在其宮中自顯為避難所 大君王的城 在鼻面朱膏華美 聖靈透過聖經 去向張牧師說話 聖靈透過聖經 跟張牧師說話 跟張牧師說話 聖靈透過聖經 神要成為我們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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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瑞瑪 因為有神的話 有神的話 所以教會就決定勇往直前 所以教會就決定勇往直前 好感謝主 感謝主 結果不單沒有人染疫 此間不單沒有人染疫 一百天下來 總共有七百人 願意決自信耶穌 一百天下來之後 有七百人 決自信耶穌 很多人得到醫治 很多人得到醫治 當在沙士期間 整個香港都非常擔憂 很多仇煩的時候 在沙士期間 香港非常擔憂 很多的囚犯當中 在北角碼頭 就有平安有喜樂 在北角碼頭就有平安有喜樂 聖靈透過聖經向我們說話 聖靈透過聖經向我們說話 成為我們的方向和力量 成為我們的方向和力量 也能夠讓我們去認罪 知罪 而引導我們認罪知罪 更重要的是 聖靈引導我們進入聖經的真理 聖靈引導我們進入聖經的真理 讓我們的生命可以得以更新轉化 讓我們的生命得以更新轉化 我們來到第四大點 我們來到第四大點 聖靈動工進入真理 轉化生命 聖靈動工進入真理轉化生命 當耶穌知道自己離世 要歸天父的時候到了 當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天父的時候到了 在最後晚餐之後 就是最後晚餐的時候 他跟門徒說什麼呢 他跟門徒說 約後封音十六章十三節上我們來讀 請 等真理的聖靈來了 祂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 耶穌叫門徒你要等候聖靈 耶穌將門徒你們等候聖靈 因為聖靈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因為聖靈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引導原文的意思是 lead, guide, teach 就是像嚮導一樣去引領人指教人 引導就如同想道引領指導 如果你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如果你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 你有和沒有一個當地的地膽做你的嚮導 你有沒有一個當地的導遊當你的聯隊 你的收穫可以有天淵之別 你的收穫是天淵之別的 聖靈要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聖靈要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這個真理是屬靈的實際 這個真理是屬靈的實際 神用他的話來創造天地 神用他的話來創造天地 這個天地是真實的 這個天地是真實的 所以創造天地的神的話 是比天地更加真實 所以創造天地的話是比天地更加真實 所以說天地都要廢去 所以說天地都要廢去 神說他的話不會廢去 神說他的話不能廢去 神的話都要長存 神的話都要長存 真理不是道理 真理不同道理 道理是事情的法則 道理是事情的法則 是可以依存可以教導的 是可以依選可以教導的 當你去記憶 當你記憶的時候 你努力執行 你努力去做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曾經有朋友坐飛機 我有朋友坐飛機 他遇到空姐 覺得他覺得空姐很好 遇到空姐 他覺得空姐很好 很聊得開 當我去到旅遊當地 當他去了旅遊當地 已經在街上撞了空姐 在街上搶遇這個空姐 很開心跟她打招呼 很開心跟她打招呼 根本人家都不理他 人家都不理他 完全180度 變成另一個人 180度變成另一個人 180度變成另一個人 因為他當空姐的時候 他做的是服務 因為當空姐的時候 他做的是服務 他被教導、培訓出來 要這樣做 他是被教導、培訓出來 這樣做的 不代表這是他生命的本質 不代表生命的本質 我弟弟過去 是在公司做培訓的工作 我弟弟過去在阿姬哥裡做培訓工作 他每年在公司選擇員工出來 參賽 明年公司選擇員工出來去參賽 去拿香港零售業的結出服務獎 全拿香港零售業的傑出服務獎 帶她承認 大家承認 即使你是長時間的教導和栽培訓練 只是長時間的教導和訓練 果效其實都是短暫的 是表面的 那個果效都是短暫的 不能真正改變人的生命 不能真正改變人的生命 當我們讀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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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要遵守律法 我們知道要遵守律法 我們只要遵守律法 我們靠記憶 只是靠記憶 然後靠努力去執行 靠努力去運行 但這只是一個行為 那只是一個行為 不能夠滿足律法真正的要求 不能滿足律法真正的要求 律法說不可以耕淫 律法說不能僅然 但耶穌說 但耶穌說 凡看見婦女就動淫臉 凡看見婦女就動淫臉 這個人心裡已經和他犯監淫 這個人心裡已經犯了堅硬 律法說要以眼還眼 以牙還牙 律法說你們要以眼還眼 以眼還牙 但耶穌說不要跟惡人作對 但耶穌說不要與惡人作對 有人打你右邊面 有人打你右邊的臉 你要怎樣 你要怎樣做 將左邊面拎過來給他打 左邊的臉轉過來讓他打 所以如果你單單有聖經 你沒有聖靈 如果你單單有聖經沒有聖靈 你要靠記憶 你要靠行為 靠個死力去做的時候 你要靠記憶 靠行為 好像死的一樣去做一樣 你覺得很嘴爽 你覺得很沮喪 你覺得很沮喪 夠了沒有 我已經做了很多 我做了很多 他打我右邊臉 他打我這個臉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你還有一個轉左邊臉 你怎麼按左邊臉 也要打 impossible 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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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理喻 要求簡直 這是不可理喻的一個要求 猶太人在十戒裡 就衍生出613條戒命 猶太人從十戒當中 衍生出613條戒命 但是新約告訴他們 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其實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十戒背後 就是要我們去愛神 愛人 十戒的背後就是 我們要愛神、愛人 愛是關乎生命 愛是關乎生命 因為愛 因此愛 有數不完你要做的事 有數不完要做的事 也有數不完你不要做的事 也有數不見你不能做的事 如果我們單單拿著一張清單 如果我們只拿著一張清單 要做這些這些這些 要做這些這些 不要做這些這些 不要做這些這些 當你覺得做完了之後 當你覺得做完的時候 當你拿上去交功課 那你拿上去交功課 你仍然是失敗 你還是被當掉 你仍然是滿足不到的要求 你還是滿足不了那個要求 我認識這位中年弟兄 我認識一位中年弟兄 他過往經歷過無數次的感情挫敗 他以前經歷過無數次的感情挫敗 所以他做了一個決定 所以他做了一個決定 他不要再相信自己的判斷 他不要再相信自己的判斷 當時他有一個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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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家跟他說這個女孩不錯 因為人家跟他說這個女孩不錯 所以他就跟這個女孩在一起 所以他跟那個女孩在一起 所以他跟那個女孩在一起 有一次港台說到這個 《針言三十一張才德的婦人》 有一次講台上就講到 《采德的婦人》 有一次講台上就講到 有一個牧者就跟這個弟兄建議 有一個牧者就跟這個弟兄建議 不如你現在去買雜花 趁這個機會 跟你在場的女朋友求婚 不如你現在下樓去買一束花 現場就跟你的女朋友求婚 於是他買了一束花 就即時向女朋友求婚 於是他買了花上來 就即時向她女朋友求婚 大家都替他高興了 很開心 非常開心 這個弟兄後來有一次 跟我們一起買外賣 吃飯盒 有一次這個弟兄跟我們一起買外賣 吃飯盒 吃吃的時候 他女朋友就來找他 吃到一半的時候 他女朋友進來找他 看他已經在吃了 看他已經在吃了 於是他女朋友自己一個人出去吃飯 所以他女朋友就一個人出去吃飯 在場有人跟這個弟兄說 現場就有人跟這個弟兄說 為什麼你不跟女朋友出去吃飯 你不跟女朋友出去吃飯 他呆了 然後想了一陣子 他想了一下 他說 噢 然後放下飯盒 放下飯盒 然後放下飯盒 走出去聯絡女朋友 走出去聯絡他女朋友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別人說一句他又做一句 人家講一句你做一句 我就問他 我問他 你愛不愛你女朋友 其實你愛不愛你女朋友 他說 我不要再相信我自己的判斷了 他說我不要再相信自己的判斷了 我決定 牧姐怎麼跟我說 我就要怎麼做 我決定牧姐怎麼跟我說 我就怎麼做 他已經跟女朋友求婚了 他已經跟女朋友求婚了 他已經跟他女朋友結婚了 有一次他未婚妻就跟我說 有一次他的未婚妻都跟我說 他說他從未拖過手 我們還沒有牽過手 我心想 沒有人跟他說 你現在要拖手了 可能沒有人跟他說 你們可以簽手了 大家都知道 結局就是他們兩個最後都分手了 大家都知道 這個結果最後他們就分手了 所以 愛是一個生命 所以愛是生命 如果只要記住 我要做些什麼 如果只是記住我們要做些什麼 不要做些什麼 根本完全就不能夠達標 那根本就無法達標 聖靈要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聖靈要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不是靠記憶 不是靠記憶 不是要自己很努力地去做 不是要自己很努力去做 因為不是行為 因為不是行為 是生命 是生命 不是人能夠做的 是聖靈做的 而是聖靈做的 就像剛才見幫的見證 就像剛才見幫的見證 他知道 他知道 生氣不要犯罪 生氣不要犯罪 那就忍吧 那就忍耐 忍吧 忍耐 忍完 我沒有犯罪 我沒有罵他 忍耐之後 他說我沒有犯罪 我沒有罵他 但其實心裡已經 呃 拱了很久 其實心裡很火滾 但是很神蹟地 但是很神蹟地 當他進入這節經文的時候 當他真正進入這節經文的時候 他求聖靈幫助他 他求聖靈幫助他 神奇的事就發生了 神奇的事就發生了 他帶著一個很愉悅的心情 他帶著一個很愉悅的心情 還去選蛋糕 他去選蛋糕 然後買回家 買回家 平時我想他可能 豈有此理 可能到時一 我不知道 我會想 如果我是編劇的話 平常他 我想他平時如果我是編劇 編劇的爸爸會怎樣反應 一 媽媽說平時是怎樣反應 平常他 不要這樣 等我來 等我來 平時可能 一腳踩開門 豈有此理 我挖了你多少次 平常他就帶著很有情緒的情緒回家 你要我跟你說多少次 你要我跟你講多少次 可能青筋都出賣 可能青筋都冒出來了 但那次不一樣 但是這次不一樣 可以選蛋糕 選蛋糕 然後放在餐桌上 跟大家說 我們一起坐下吃 放在餐桌上 邀請大家一起來吃 然後我們祷告 求聖靈來到我們的當中 然後我們祷告 聖靈到我們當中 然後就關心大家 然後就關心大家 你怎麼樣 你在學校怎麼樣 你在學校怎麼樣 可以說到兒子 可以向他哭 他可以說到兒子對他哭 兒子告訴他 真正在意的是什麼 他的兒子一邊哭一邊說 他在意的是什麼 而他也可以跟兒子分享 而且他也可以跟兒子分享 這個禮拜 神怎麼透過聖靈的代理 讓他明白 生氣卻不要犯罪的真實 聖靈帶領劍 進入這個經文的真理 聖靈帶領劍 進入這個聖經的真理 經歷這個說話的真實 這不是人能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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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聖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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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生命的改變 這是一個生命的改變 我自己在2001年11月 我自己在2001年11月 我在台北靈良堂的特會裡被聖靈更新 我在台北靈良堂特會中被聖靈更新 回到香港之後就決定要入神學院 回港之後就決定入讀神學院 當時教會牧師很怕我一時衝動 當時我的牧師怕我是一時衝動 結果我要等一年 所以我要多等一年 我知道自己的聖經基礎很差 我知道我的聖經基礎很差 而我們教會的講台都比較弱 教會的講台也比較弱 我很怕我進入神學院 我是追不上進度的 我怕我去了神學院 我是追不上進度的 既然要等一年 只要等一年 所以我遲了這份工 我預備用一年時間好好先裝備自己來入神學院 我準備用一年的時間去好好裝備自己來進入神學院 我都報讀香港的神學院的校外科程 我都報讀了一些神學院的課程 我在家好好地讀聖經 我去好好地讀聖經 一卷書一卷書地讀 一卷書一卷書地讀 有一天我讀到以塞亞書 有一天讀到以塞亞書 其實我是第一次很完整地讀這卷書 那是我第一次這麼完整地讀這卷書 其實我讀的時候 不太明白當中的脈絡 其實我在讀的時候 不太了解它當中的脈絡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一直讀一邊哭 但是不知道怎麼樣 一邊讀一邊哭 聖靈啟使先知以塞亞去寫以塞亞書 聖靈啟示以塞亞寫以塞亞書 當我讀的時候 當我讀的時候 聖靈引導我進入以塞亞書經文裡面 聖靈引導我從以塞亞書的治理行間 在當中讓我進入到神 透過這些文字 要去表達祂那份的愛 那我去體會到 經文所要表達神對以色列那份無條件的愛 我看到神很愛以色列 我見到神很愛以色列 不是在於以色列有多好 不是在乎以色列有多好 甚至是不計較以色列有多壞 甚至不在乎以色列有多差 我見到神很無條件的愛 我看到神那無條件的愛 我很被這個愛感動 我很被這個愛觸動 就好像一個爸爸寫信給兒子 就好像爸爸寫信給兒子 告訴兒子他有多愛他 無論兒子做過些什麼 無論兒子做過些什麼 爸爸依然可以去包容他 接納他 爸爸依然可以去包容他 去接納他 爸爸很想兒子回轉 爸爸很想兒子回轉 我在這個以塞亞書裡面 在這個以塞亞書裡面 我看到神很想以色列回轉 我看到神很想要以色列回轉 因為這卷書 我明白神的愛 我明白神有多愛以色列 我明白神有多愛以色列 這個都成為我對以色列的一個負擔 這也成為我對以色列的負擔 跟著我入神學院 跟著我都進入神學院 我出來服侍 我出來服侍 很感謝神讓我在611裡面 可以參與到一些以色列的事工 很感謝神讓我在611裡面 可以參與到以色列的事工 大約12年前 大概10年前 我去一個地方旅行 我到一個地方旅行 我主日就去那個地方 一個分堂去參加主日崇拜 主日到那裡的分堂參加主日崇拜 那個地方的主任牧師 是我相識的 那個地方的主任牧師是我認識的 她是女的 是女生 她一見到我 她一見到我 她就跟我說 她就跟我說 你來得對 你來得對 你愛以色列的那份愛我都要 你愛以色列的那份愛我都要 當我毫無心理準備 我沒有心理準備 她就一手把我 攬進她的胸口裡 她就一手把我攬 一手把我攬 攬到她的胸口 很大力地攬我 很大力地抱我 我的感覺就像別人做月餅 我感覺很像做月餅 就把那個麵團壓在那個餅模裡 用那個麵團塞到那個模型當中 然後一扔出來 然後再把它敲出來 那那個月餅 就跟月餅模一樣 那個月餅就跟月餅模一樣 我覺得她大力抱著我那一刻 她那麼大力地抱著我的手 我感覺她在印那個餅模 我覺得她好像在印那個餅模 我不知道這樣做有沒有效 我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我 我不知道這樣做有沒有效 我不知道這樣做有沒有效 我是知道 我知道 神是愛 神是愛 當我們覺得我們很缺乏愛的時候 當我們覺得很缺乏愛的時候 最好 最有效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我們轉向神 我們轉向神 聖靈要引領我們 聖靈要引領我們 進入一切的真理 進入一切的真理 讓我們可以活出愛的生命 讓我們可以活出愛的生命 不是再要做些什麼 而不是我們做些什麼 接著不要做些什麼 不要做些什麼 在生命 在生命當中 聖靈透過聖經 聖靈透過聖經 讓這句話進入我們裡面 讓這個說話進到我們裡面 成為真實 成為真實 有聖靈有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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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恆常地去讀聖經 讓我們很想去讀聖經 透過Logos 透過Logos 我們可以全面地 可以認識神的旨意 我們可以全面地認識神的旨意 讓我們的屬靈生命 在真理裡面紮根 讓我們的屬靈生命 在真理裡面紮根 聖靈透過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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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的信仰跟生活 不用分割 生活是有方向有能力的 生活是有方向有能力的 我們可以知罪認罪 我們可以知罪認罪 我們的老鵝 像洋蔥一樣 可以一層一層地被剝落 我們的老鵝就像洋蔥一樣 一層一層被剝開 更重要的是透過我們讀經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透過我們讀經的時候 聖靈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聖靈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是屬靈的實際 是屬靈的實際 是生命 是生命 讓我們一起起立 那我們一起起立 我們用首詩歌去敬拜我們的神 用首詩歌來敬拜我們的神 聖靈我們一刻歡迎你 聖靈了 聖靈 聖靈請你來 充滿我心 我需要你很高 充滿我靈 聖靈啊 我好愛你 聖靈啊 我好愛你 我的靈讓你牽引 而每一天 我要更深愛你 聖靈啊 我好愛你 圣灵敬你来 充满我心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很高 充满我力 圣灵啊我好爱你 我的力让你坚毅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我要追求你主 我将生命先给你 牵引我感情敬定 你大胆更新我力 无人能与你相比 祝我仰望你的永远 我请拜你 在领域真理里 第一节目请坐 勇姐妹请坐 多谢Beraka给我们的分享 多谢Beraka给我们的分享 我想帮她补充两幅图画 我想帮她补充两幅图画 让我们更加明白 什么是有圣灵有圣经 让我们更加明白 什么是有圣灵有圣经 第一幅图画 第一幅图画 有一个年轻人 有一个年轻人 她生活中有很多挫败 她生活中有很多挫败 在学校被人欺负 情绪失控 情绪失控 其实她很生气自己 其实她很生气自己 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反应过激 反应过激 老师又要见家长 又要警告 老师又要见家长又要警告 甚至记缺点 甚至记缺点 然后面对同学的时候 又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处理 又好像不知道怎么处理 很难过 很难过 但是爸爸妈妈又不理解 但是爸爸妈妈又不理解 自己又不知道怎么跟爸爸解释 自己也不晓得怎么跟爸爸解释 就是他最辛苦最挫败的时候 就是他最辛苦最挫败的时候 门口上有一封信放进来 门口上有个信 塞进来 打开一看 打开一看 是爸爸给他安慰的说话 是爸爸给他安慰的说话 心情是否立即很不一样 那心情是不是马上不一样 这个就是圣经 这个就是圣经 就是Logos 就是Logos 看这些文字 让我们感觉很安慰 看这些文字让我们感觉很安慰 但是你又知不知道 其实门外还有一个爸爸站在那里 那你知不知道门外 其实还有爸爸站在那边 你看完那封信 你看完这封信 如果你开门 如果你开门 爸爸会进入 那爸爸就会进来 他用来拥抱你 你拥抱你 你觉得是那个文字的安慰 你觉得是那个文字的安慰 单单这样就够 单单这样就够 还是你有这个文字的安慰 还是你有这个文字的安慰 更加有爸爸的拥抱 还有爸爸的拥抱 你会感受到更大的安慰和医治 你会感受到更大的安慰和医治 所以有圣经有圣灵 所以有圣经有圣灵 有圣灵有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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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单单在文字上面 我们不单单在文字上面 更要在那个经历的真实里面 能够得着神给我们的那一份 而是在真正的经历里面 得到神给我们的那一份 第一幅图画 第二幅图画 又有一个年轻人 又有一个年轻人 他遇到很大的难题 他遇到很大的难题 有题的数学题 计计都不对 有一题数学怎么算都不会 怎么做都不会 怎么做也不会 门下面又有封信进来 门又有封信塞进来 是一条公式 是一条公式 那条数学题的答案 是数学题的答案 他一看 哇 他一看 原来这个就是答案 原来这个就是答案 好不好 好不好 但如果这个时候 他要让爸爸进入 这个时候 他爸爸进来 爸爸就不只是给他答案 爸爸就不只是给他一个答案 爸爸可以捉住他的手 一步一步教他思考 爸爸可以抓住他的手 一步一步地思考 告诉他这条数学是怎么算 怎么算得到什么结果 这个就是圣灵和圣经的关系 就是圣灵跟圣经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 只是收到爸爸的封信 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到 只是收到爸爸的封信 打开我们心灵里面的大门 我们要打开心理的大门 让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 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 让那个文字成为更加真实的经历 让那个文字变成更加真实的经历 这个就是有圣灵有圣经 这就是有圣灵有圣经 因为圣灵可以让我们所读的经文 活过来 因为圣灵可以让我们读的圣经 活过来 更加圣灵可以配合圣经 让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 而且圣灵可以透过圣经 让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 我们连祷告都变得不一样 我们连祷告都变得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发出的祷告 圣灵会亲自的来到去成就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发出的祷告 圣灵会亲自来成就 我们所说的信息 不是远古几千年前的故事 我们讲的不是几千年前的故事 我们所说的信息 是今天可以形容在生活里面 我们的事 今天还可以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 今天我们发出的祷告会产生功效 今天我们发出的祷告会产生功效 今天我们所相信的一切 在我们眼前可以成为事实 今天我们祷告的一切 会在我们眼前可以成为事实 因为圣灵是活着的 因为圣灵是活着的 我们的神是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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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必须要有圣灵有圣经 所以必须要有圣灵有圣经 我们的生命才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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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是怎么说的呢 保罗怎么说的 我们有一字经文打出来可以 我们要决经文 哥伦多前书 哥伦多前书 他说我讲的话我讲得到 我说的话我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员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的大能的名证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所以我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所以我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只在乎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所读的圣经加上圣灵 所以我们读的圣经加上圣灵 就成为我们信仰里面的真实 就成为我们信仰里面的真实 因为我们的神讲得出就做得到 因为我们的神讲得出做得到 这些经历就证明神是真的 这个经历就是讲神是真的 而我们所说的话也不会落空 我们说的话也不会落空 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 圣灵和圣经的运作 所以我们必须明白 圣灵和圣经的运作 这样我们才能经历真实的信仰 这样我们才能经历真实的信仰 我们一同来到希腊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邀请圣灵进入我们当中 我们邀请圣灵进入我们当中 打开我们的心门 打开我们的心门 让圣经透过圣灵成为真实 让圣经透过圣灵成为真实 让我们的生命有能力 让我们的生命有能力 好像健帮一样经历 好像健帮一样来经历 那不是一个死的字句 那不是一个死的字句 那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产生力量的动力 而是我们生命当中 可以产生力量的动力 我们一起来透过这首诗歌 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透过这首诗歌 邀请圣灵进入我们心里 我要追求你 我将生命献给你 借你我更亲近的 你大难更新活力 无人能与你生病 祝我仰望你的荣言 我请拜祢 在面与真理 我想邀请我们所有人都 闭上我们的眼睛 邀请所有人都闭上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用心灵诚实 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用心灵诚实来 邀请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我这里都要问在我们当中 有没有朋友你未曾相信耶稣 我要邀请现场 有没有相信耶稣的 你未曾将耶稣邀请 进入你心里面 你还未曾将耶稣 接到你的心里面 你就像个年轻人 自己面对人生一切的问题 你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 自己面对人生的困难 可能有人将一些书述 将一些文字 将一些安慰给你 可能有人把一些安慰 好像那些书信一样 放在你的身边当中 但是你知道远远不够 但你知道远远不够 你心里面好像 还有一个空虚一样 你的身体里面好像有一个空虚一样 因为你需要 心灵的拥抱 因为你需要圣灵的拥抱 你需要天父的大能 你需要天父的大能 需要这份爱的鼓励和建造 你需要这个爱的鼓励和建造 今天你听到这篇的讯息 今天你听到这篇讯息 你心里面有个声音 你身里面有声音 我都需要圣灵活泼的帮助 我都需要圣灵活泼的帮助 如果这个是你 如果这个是你 但你从来没试过 将耶稣邀请进入你生命的里面 但是你从来没有将耶稣 邀请到你心里面 我向你发出一个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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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举起你的手 轻轻举起你的手 表示你愿意邀请耶稣 表示你愿意邀请耶稣 进入你生命的里面 进到你的心里面 我要特别为你祷告 我要特别为你祷告 让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 让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 让圣灵成为你的帮助 让圣灵成为你的帮助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如果有话 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 如果愿意的话 轻轻举起你的手 我要为你祈祷 我要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在线上的朋友 在线上的朋友 我都邀请你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我都邀请你为我 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 透过这个祷告 邀请耶稣 邀请圣灵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请你跟着我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多谢你 对我生命说话 对我生命说话 我向你承认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 也都犯罪 也不犯罪 但是主耶稣 主耶稣 我今天 我今天 愿意相信你 愿意相信你 接受你 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宰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求圣灵加添我能力 求圣灵加添我能力 让我可以更新 生命得改变 生命得改变 得帮助 主我多谢你 主我多谢你 听我祷告 听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你只会让我们一起举手 来领受祝福 我们一起举手领受祝福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释放圣灵同在的能力 进入你的心里面 释放圣灵同在的能力 进到你们心里面 让我们尚尚感受到 天父那份的拥抱 让我们常常感受到 天父那份拥抱 主你对我们的心 对我们的灵来说话 主啊 你对我们的心 对我们的灵来说话 将你的圣经 将你的生气 吹进我们的灵里面 将你的圣经 将你的生气 吹到我们的灵里面 更新我们的灵 更新我们的灵 好像你更新健康一样 好像你更新健康一样 让神的话语 在我们里面活过来 让我们里面满有能力 让我们里面满有能力 满有喜乐 满有喜乐 满有盼望 让我们的生命 因你变得不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 因为你变得不一样 圣灵你大大的 在我们当中动工 圣灵你大大的 在我们当中动工 帮助祝福我们每一个 帮助祝福我们每一个 主我们多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的口告 听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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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打告服侍姐妹 请到台前 我们后面也有 瑞玛书房的事实 大家可以把握了 我们后面也有 瑞玛书房的事实 欢迎大家 谢谢 谢谢 请你将收据 email到以下的电邮信箱 如果你想更认识耶稣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Jesus more 或者有需要我们为你代讨的话 or if you want us to pray for you 欢迎用email 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welcome you to contact us through email or telephone 祝福你 Bless you Bless you